德撒洛尼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,你们自己也知道,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非没有效果。 你们也知道我们来到之前,曾在斐里伯吃了苦,受了凌辱。 可是依靠着我们的天主,我们还有勇气在兼具的格斗中给你们宣讲了天主的福音。 我们的讲劝并不是出于幻想,也不是出于不成,也不是在于欺诈。 反之,我们是被天主考验合格而受委托传福音的人。 我们宣讲并不是为取悦于人,而是为取悦那考验我们心灵的天主。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之词,就如你们所知道的,也没有脱固贪婪。 天主可以作证,也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光荣,没有向你们,也没有向别人。 我们当基督的宗徒,虽有权利叫人敬重我们,但我们在你们中却成了慈祥的,像抚育自己孩子的母亲。 我们如此倦爱你们,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交给你们,而且也愿意将我们的性命交给你们,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 弟兄们,你们因回忆我们的勤劳和辛苦,我们向你们宣讲天主的福音时,黑夜白日操作,免得加给你们任何人负担,你们自己和天主都可作证。 我们对你们信有曾是怎样的圣善,正义和无可指摘,你们也同样知道,我们怎样对待了你们中每一个人,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劝勉,鼓励,忠告你们,叫你们的行动相乘于那照学你们进入他的国和光荣的天主。 为此,我们不断地感谢天主,因为你们由我们接受了所听的天主的言语,并没有拿他当人的言语,而实在当天主的言语领受了,这言语在你们信者身上发生了效力。 弟兄们,你们的确像那些在耶稣基督内,在犹太的各天主教会一样了。 因为你们由自己的同乡遭受了苦害,正像他们由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。 那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,而且也驱逐了我们。 他们不但是天主不悦,而且与全人类为敌,阻止我们给外邦人讲道,叫人得救,以致他们的罪恶时常满盈。 天主的愤怒终必来到他们身上。 弟兄们,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,尽是面目离开,而不是心离开。 我们热切愿望极早见到你们的面,我们曾切愿到你们那里。 我保禄确实一再地愿意去,但撒旦却阻止了我们。 当我们的主耶稣来临时,在祂面前,谁是我们的希望,或喜乐,或足以自豪的冠冕呢? 不就是你们吗? 你们的确是我们的光荣和喜乐。 遗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